深哲深谈 深度思考我们的世界 前面我们说了 毛泽东曾经想要依靠知识分子来治国 把国家权力从工农干部手里 转移到知识分子手里 但毛泽东的这个想法 他遭到了极大的阻力和抵制 这是为什么呢 这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搞革命 他夺取政权的这个模式 有非常大的特殊性 武装夺取政权在历史上 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了 不过它有两种类型 第一种武装夺取政权的类型 就是在知识分子领导下搞的城市暴动 或者是军队暴动这样的事情 比如苏联的十月革命 那就是在知识分子领导下搞的这个城市暴动了 中国的辛亥革命那也是在知识分子领导下搞的一个军 就是军队暴动 都是属于这种类型的 当时中国辛亥革命的领导阶层呢 是以这个知识层次比较高的 留学生革命党乡绅这些人为主 这些人当然都是属于知识 可以算是知识分子了 所以呢我们可以认为辛亥革命是知识分子领导下的一场革命 那么第二种武装夺取政权的类型呢 就是非知识分子 就是不是知识分子的那些农民领导下的农民起义 比如古代朱元璋 这个搞的这个农民起义 建立了明朝明帝国 他就是这一类的 叫做非知识分子领导的农民武装起义 在现代呢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 搞这个农民军 搞城市 农村包围城市 这也是一种同样的 和朱元璋他们其实差不多的那种 农民起义 这个起义的领导力量 他不是知识分子 而是农民 那么我们前面说过 第一次是有知识分子 就是第一种类型 有知识分子领导的武装 夺取政权的类型 因为他革命这场 革命他主体就是知识分子领导的 所以革命成功后 知识分子继续领导建设国家 他没有遇到很特别的这条转型问题 就是国家领导权的转型问题 没有 他始终就是知识分子来领导的 那么第二种是农民领导的这个打天下 就是农民领导了从农村包围城市 我们夺取天下以后呢 这个时候他就会出现一个国家政权的转型问题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看过去啊 我们说农民军他叫做打天下 做天下 就是我们把天下打下来 我们就要坐享这个天下这个胜利成果 这样的想法呢 在朱元璋时代呢 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可是到毛泽东时代啊 这个打天下 做天下的想法 他就不行了 为什么不行呢 因为当时候毛泽东 他们领导中国共产党 打下天下来以后 他不单单是我坐天下就完了 我还要实现国家的现代化 因为朱元璋时代 他没有实现国家现代化的这么一个压力呢 可是毛泽东时代 他就有这么一个压力 就遇到这么一个新问题 我们不再要打天下 我们打下天下来以后 还要把这个国家建立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 这是毛泽东他们遇到的前所未有的新压力 什么叫现代化呢 现代化呢 我们通俗的说 就是一个国家可以生产高端技术产品的一些能力 比如说我们生产汽车 生产飞机这些高端产品 如果一个国家你能够自己的自主制造汽车 制造飞机这样的很高端的产品 我们说你就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 如果你不能制造 当然你就不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 就是一个不发达的国家 现在中国的现代化程度 已经是相当高了 可以生产一些低端的汽车飞机 但是我们生产高端的汽车飞机 这还是不行的 所以中国现在还不能算是发达国家 还只能算是发展中国家了 那么在1949年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那个时代 当时候中国的现代化程度那是非常低的 你什么飞机汽车这些东西都是完全不能制造的 所以当时候毛泽东他们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怎么样把一个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一个农业国 变成一个发达的工业国 一个现代化的国家 所以毛泽东他们就有一个很大的压力 是过去中原当时但没有 就是我们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 变成一个现代的工业国 就要把中国变成一个可以制造那种高端产品的 可以制造汽车飞机的那样现代化的国家 当时我们提出来的那个当时提出口号叫做四个现代化 就是所谓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其实这也就是说我们要把中国从一个农业国 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一个发达富裕的现代化的工业国 那么当时候我们打中国的那些主体的那些大老错 就是毛泽东时代 他领导的共产党从延安这些农村山沟沟里面跑到城里来 他们这些主体都是一些农民一些大老错 这些大老错他们打仗非常勇敢 打天下没有问题 可是大老错他们没有这种现代化的知识 你要靠大老错治国 那东西那是行得通吗 大家总是觉得这个大老错打天下可以 你不懂这些怎么样制造飞机怎么样制造汽车 你靠他们来这些人来治理国家 你怎么能够把国家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呢 所以这个时候摆在毛泽东面前这个难题就出来了 一个非常大的难题 这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新中国夺取政权以后 这个国家是依靠知识分子搞所谓的专家治国呢 还是依靠工农干部搞所谓的大老错治国 如果从感情上来讲的话 毛泽东他是倾向于依靠工农干部搞大老错治国 因为毛泽东对工农干部他很有感情 对知识分子他是有些看法的 是不太喜欢的 比如说很有代表性的就是毛泽东 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他是这样说的 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 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 但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 可想而知 毛泽东说工人农民他是最干净的 比你们知识分子都干净 毛泽东在感情上 他是喜欢工农干部 他不喜欢知识分子的 可是毛泽东尽管说在感情上 我很喜欢工农干部 不喜欢知识分子 可是在理智上 毛泽东他又倾向于依靠知识分子来搞专家治国 这个道理也很简单 因为你中国你要实现现代化 我们要制造什么飞机 我们要制造汽车 这些东西 那你依靠这些大老初的这些工农干部 你靠他们去打仗可以 你去告他们 依靠他们去制造飞机汽车之类 那你显得人不够 就是显得人是不靠谱的 所以毛泽东面临的就是说 大老初他们对于中国搞现代化的建设 他是靠不住的 所以中国你要搞现代化 那你就必须依靠那些掌握现代知识的知识分子 这个是一个无法改变的客观规律 你依靠那些对现代知识一窍不通的那些工农干部 你说我们要搞现代化 所以这个事情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毛泽东他一方面感情上喜欢工农干部 在理智上他又考虑依靠工农干部治国是搞不成现代化的 所以为了中国实现现代化 我还要依靠知识分子来搞专家治国 这个是比较靠谱的 所以在1957年所谓的反右运动之前 毛泽东他其实是处于一种叫做人格分裂的状态 也就是说毛泽东在感情上他希望依靠工农干部来治国 可是在理智上他又希望依靠知识分子来治国 所以毛泽东当时会出于一种人格分裂 感情和理智两个是一个相互来冲突 相互来打架 到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 毛泽东就抛弃了依靠知识分子搞专家治国这一套了 毛泽东就开始一心一意的 我就依靠工农干部来治国了 所以这个时候毛泽东就人格分裂是不存在了 毛泽东就不再依靠知识分子了 而且在后来毛泽东又感到 这些工农干部进城以后 他们都退化变质了 他们都已经腐败了 所以这些人已经不再是延安时代那些很淳朴的 思想非常干净的工农干部 他们不行了 他们思想已经脏了 所以毛泽东他又发动文化大革命 要打倒那些已经腐败变质的这些工农干部 他要重新培养一批新的思想很淳朴的 思想很干净的工农干部 这个当然是后面要讲的话的 我们现在还是说刚刚建国时代的毛泽东 当时新中国建立以后 我们的口号叫做苏联一边倒 就是全盘向苏联学习 但是中国唯一没有学苏联的地方 就是对知识分子和专家的这个尊重 苏联当时候对知识分子专家是非常尊重的 可是中国对苏联这个经验是不学习的 我们知道斯大林他是非常尊重知识分子的 斯大林他提出叫做专家治国技术决定一切 斯大林他当时是依靠知识分子来治理国家的 他不是依靠这些工农干部来治理国家的 最能体现斯大林对知识分子的尊重 就是斯大林设立的斯大林奖金 这个斯大林奖金 他是专门授予在科学艺术领域的优秀人才 优秀人物 斯大林奖金 他共分16项 第一个是数学 第二个物理学 第三个化学 第四个生物学 第五个农业科学 第六个医学 第七个哲学 第八个经济学 第九个历史学 第十个是法学 第十一个是音乐 第十二个是绘画 第三十三个是雕塑 第十四个是建筑学 第十五个是戏剧 第十六个是电影 你看从斯大林奖金是从这个科学技术到文学艺术 这些东西都是知识分子的领域的 和工人农民是没有关系的 那么斯大林奖金的一登奖 它是十万卢布 二登奖是五万卢布 三登奖是两万五千卢布 斯大林奖 他设立以后是每年平奖一次 而且就是在战争时代 在苏联魏国战争时代 他都一直是照常进行的 都没有中断过 一直到斯大林逝世以后 这个斯大林奖才停下来 当时苏联一般人的月工资 大约就是个几百卢布左右 所以十万卢布 那相当于一个人 约工资的几百倍 那是一个非常高的奖金 而且斯大林奖 他是完全发给知识分子的 和工人农民是没有关系的 斯大林奖金 他对知识分子 他既是一个精神上的鼓励 又是一个物质上的鼓励 他对于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鼓励他们努力工作 努力去创新开拓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而且斯大林奖金 也就表现出来 知识分子在苏联 那地位是非常高的 所以他们才能得到这么高的一个奖 斯大林奖金有多高呢 我们可以打个比方 比如说在毛泽东时代 中国一般人的月工资 他也就是几十块人民币了 那么你想 当时候斯大林奖金就相当于一万块钱的巨额奖金 如果在月工资几十块钱的时代 如果你发一万块钱的奖金 那是非常大的一个天明数字 所以在毛泽东时代 中国就从来没有设立过针对知识分子的奖金 也没有人提出来过 说我们要给有突出贡献的知识分子发奖金 那是没有的 所以由此可见 毛泽东和斯大林对知识分子的重视程度 那完全不一样的 斯大林是对知识分子很重视 而且很重用 毛泽东那就不是这样了 我们前面说了 从理智上考虑 毛泽东他是想要重用知识分子的 他也可以说给知识分子一定的权利 让他们来治理国家 以使中国尽快从一个农业国变成一个发达的工业国 可是毛泽东这种重用知识分子治理国家 这么一种想法 他遭到了工农干部的强烈的抵制 这个问题上次其实我们也说了 就是毛泽东他曾经想让著名的一个记者范长江 他来主管人民日报 结果这个事情就让人民日报里面的那一批工农干部的强烈抵制而失败了 当时候中国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冲突其实是非常大的 最大的冲突就是在于叫做外行领导内行 什么叫外行领导内行 就是说你不懂的人来领导懂行的人 对吧 当时很多知识分子对这些工农干部有比较大的意见 意见主要就体现在这个外行领导内行 你们什么也不懂你们却要来领导我 所以说知识分子就感到他很不服气了 知识分子就认为那些对这个专业知识什么也不懂 文化程度又很低 那些就是说他们这些工农干部来当领导 来对这个事业的发展 他们来做决定 所以知识分子他们就感到这些工农干部这些搞领导 对整个国家的发展 整个事业的发展 那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知识分子就有一种强烈的要求 就希望这些工农干部 你们从我们这些知识领域 从一些专业领域 或者从一些生产管理的领域 你们全退出去 把这些东西比较专业的 比较知识的东西都交给知识分子去管 你们就不要再管了 可是这些工农干部 他们当然不愿意放弃手中的权利的 他们认为我们打天下 我们做天下 新中国是我们打的 我们就要掌管新中国的一切 不管你知识分子什么也好 我们都要管 所以当时候这些工农干部 就是认为我们的任何领域的权 我们都要来掌握了 因为这个天下是我们打下来的 我们就有管他的一切的权利 关于这个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冲突 我们举一个人的说法 这个人的说法还是我觉得很有代表性的 那么这个人就是一个人 他是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一个知识分子 他名字叫李正 这个李正他是这样说的 李正他就回忆说了 解放后一大群工农干部进了城 这些人素质很低 但气势很大 一个个以救世主自居 他们认为是自己把老百姓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的 这些人举手投足 这些人物肾气凌人 我很看不惯 外行领导内行成了普遍现象 单位领导一向不懂业务 水平低 我忍不住骂了一句 简直不血无数 这个右派李正这个回忆 他就很好的反映出来 当时候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的一些对立 工农干部认为我们是打天下的救世族 我们就要领导一切 可是知识分子又看不起那些没有知识的工农干部 他们对工农干部来领导自己感到不服气 怨言很大 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 在新中国刚建国的一段时间内 中国确实是有阶级斗争的 不过这个斗争不是发生在工农和地主富农资本家之间 它不是这样的 不是工人农民和地主富农或者和资本家之间的斗争 它不是这个斗争 而是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斗争 这就是中国一场很就是说很激烈或者说一场很现实的这个阶级斗争 因为当时候地主富农或者资本家 他们或者是被肉体消灭了 或者是被彻底赶出权力舞台了 就是这些地主富农或者资本家对这些工农干部 他们已经完全不会构成任何威胁 所以他们并没有产生一个斗争 因为他们已经构不成威胁 他也不是一个 所以他也不会有一个什么激烈的斗争出来了 那么工农干部 他遇到的威胁就是这些知识分子了 因为工农干部想把知识分子赶出权力舞台 我们独霸权力 这个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工农干部他自己没有知识 他没有现代化的知识 在国家现代化这一份考试 这个考试题上的话 他没有办法和知识分子进行竞争的 因为你不懂啊 对吧 你这个考试卷你是没法回答的 所以呢 在这个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的这个竞争方面 工农干部在业务上啊 他是有一个天生的劣势 他在业务上的话 完全没有办法和知识分子进行竞争的 所以呢 工农干部他就始终感到对我们威胁最大的 不是那些已经被打倒的什么地主富农啊 或者是资本家 对我们威胁最大的是知识分子 因为知识分子呢 他要和我们争抢权力的 因此啊 在新中国建国以后 关于这个知识分子政策方面 就一直存在一种很大的争议 这个争议比如说就体现在 知识分子是不是属于工人阶级 这个问题上 那么知识分子是不是属于工人阶级 在中国当时候政治界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 这个争议一直到毛泽东死了以后 是邓小平时代才把这个事情给解决的 那么我们知道在苏联啊 从来就没有发生过 知识分子是不是属于工人阶级的争论 因为苏联他不需要这个 这样的争论嘛 可是在中国就很必要有这样的争论 他为什么呢 如果你说是知识分子如果是属于工人阶级 那么当时候的工农干部啊 他们就失去了一张跟知识分子进行竞争的最大王牌 就是用资产阶级这个政治帽子来打压知识分子 因为在业务上啊 这个知识分子比工农干部强很多 工农干部在业务上呢 没根本没有办法和知识分子进行竞争的 他们只能在政治上打压知识分子 用政治来和知识分子竞争 因此啊 我们就说 这场斗争啊 是一场不太平衡的斗争 那么呢 知识分子他的优势啊 是在业务上 那么 工农干部他的这个优势啊 是在政治上 所以这场斗争啊 从新中国诞生以来 一直到1957年 总爆发的这个时期 到1957年来产生了一个总 就是总爆发 那么1957年为什么会发生这个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这个矛盾冲突的总爆发呢 这个问题我们下次再讲 今天先讲到这里 再次感谢各位朋友前来观看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 敬请有兴趣的朋友们继续前来观看 谢谢大家 敬请有兴趣的朋友们